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更加繁荣稳定的 做生意呢 我从来不感兴趣 要说带兵打仗 那我在行得很 所以最好别让我看到在华界有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情 否则的话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没有我段某人 做不到的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的 是 是 段大帅的威名 我们早就听说过了 谁要是敢在华界闹事 那不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不过话语又说回来 虽然段大帅从来不过我生意场上的事情 但是段大帅所拥有的那支庞大的军队 还是需要一些财力来支持的 而我现在坐的是华商总会主席的位子 那也可以代表全体上海的华商 对段大帅和段大帅的军队略表一番心意 白老板说的是 说的是啊 相信各位今天能够到这里来 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让上海滩继续繁荣稳定 在这方面我们寻补防 会竭尽全力保一方平安的 只是 梅市长 在座的又没有外人 有什么话不放直说 那我就直说了吧 段大帅 想必马永珍刺杀法国领事皮亚一事 您也已经听说了吧 怎么样 本来呢 我是想把这件事尽量压下去 不管怎么说 马永珍毕竟是咱们中国人嘛 到了关键时刻 咱自己人不还是得帮自己人嘛 别跟我拐弯抹角的 有什么话跟我直说 是是是 我的意思是 马永珍这次闯的祸太大了 那几个外国领事天天逼着我要人 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 逼你要人你就去抓呀 你坐在这儿皱个眉头有什么用啊 早文段大帅做事雷厉风行 今日得见 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对于那些违法犯纪的人 我段某人从来不会侵扰 不过马永珍这个案子 发生在租界 照理说 应该由租界的人管 我看我们就没有必要插手了吧 段大帅你放心 这种事自然不用劳烦你 有我白某跟寻补房在 料他马永珍插翅也难飞呀 到时候我们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那我们也算替上海除了一害吧 白老板 我知道 上海滩的帮会 属白家最大 也最有事 日和我段某人有什么不懂 不明白 还要向白老板求教啊 段大帅这番话可折杀白某了 帮会 再打他也是帮会 怎么能跟大帅的军队相提并论呢 强龙还不压地头舌 我段某 是初来乍到 不过有一点 我的这支军队 跟着我南征北战 是打了不少硬仗的 如果真是 让我有什么看不过眼的 发起脾气来的话 那大家可都得受着 白老板 我这话 不是说给你听的 我不过是当着大家的面 表个态而已 更何况 我和白老板日后 还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白老板 你说不是吗 那是自然 自然 怎么啦 永珍 没事 不知道我娘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来了 爹 等一下 爹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我肚子有点饿 叫了点粥喝 是不是 有什么客人呢 客人 没有 是什么 我不方便见的客人吧 爹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不相信你自己进来看吗 好了 爹跟你开玩笑 你还当真呢 有你这么跟女儿开玩笑的吗 好吧 小崔 那你先休息吧 我回去了 爹 你这大晚上的 跑来就是看我在干嘛吗 哦 我本来是想跟你聊聊 今天白天开会的事 和白莱莉 梅市长 赵总寻他们 哦 哎呀 说起这些事我就心烦 算了算了 你明天再说吧 哦 爹 那您早点休息 哦 你也早点休息 嗯 嗯 嗯 哼 哼 啊 哼 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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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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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